OK 我們來到了北海道 寒冠馬拉松 我們擺到海邊啦 這邊就是寒冠看出去的海 完蛋了 我的兩個夥伴都跳車了 加油 OK 哈囉大家 我是焦翔隊 我們今天要來參加北海道的寒冠馬拉松 趕快通過這個電車軌道 我們現在要往會場前進 那這場比賽呢我們只參加半馬的距離 因為為了接下來幾天還可以順利開心的玩耍 那現在天氣其實蠻涼爽的 大概只有19度 但是沒有感覺到很冷 超級多人已經在往會場前進 據說這場比賽總共大概有8000人 我們現在就在千代田野球場 我們準備去前面記錄啦 幾乎完成 我是2341 就這個區間 然後它幾乎蠻酷的 就是一目了然的讓你知道 你的號碼在哪裡 而且你只能順著總部的逆向 OK 我們來到了北海道寒冠馬拉松 那我們這次要來參加的組別呢 是半馬組的賽事 因為其實我們五天規劃了非常多旅遊行程 那我身後呢現在就是在千代田的陸上競技場 然後旁邊其實它就是棒球場 它就是棒球場跟田野場兩個 有點像是一個新莊運動園區那種感覺 怎麼樣 我講一講大家突然幫我鼓掌 沒有我們等一下呢 準備進入我們後面分區的A區 它這邊過去按照順序就是ABCDE 然後剛好這一次 不小心他們不知道怎麼幫我們報名成A組 所以待會我們就會從A組起跑 那今天的天氣其實非常涼爽 大概只有19、20度 但是看起來陰陰的啊 其實太陽還蠻大的 就是蠻 就是會有一點溫度感受 但沒有這麼濕熱 所以感覺起來是舒服的 OK 那我們待會就準備進入分區拍對 然後準備9點 最後倒數10分鐘 準備開始起跑 那我們就待會起跑線見啦 Go Go A區的大家 都是穿碳板鞋耶 NEXT PAR 3 NEXT PAR 2 然後剛剛看一雙 Wave Rebellion Pro Magic Speed Sky NEXT PAR Magic Speed Sky NEXT PAR 哇 在A區起跑 果然大家穿的鞋子都是蠻頂級的 我們這次有拍了另外一集 就是在拍終點 大概前10分鐘 進終點的跑者都是穿什麼樣的跑鞋 如果還沒看過記得點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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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頑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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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誰 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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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i 頑張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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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Yay 天母鳳迪索 今天擔任攝影師的重複 距離起點只剩下10公尺了 2 1 GO 出發了 YE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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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出發 大家都衝很快 我們要先從 就是田徑場跑半圈 然後出去 先卡位一下 這裡 大家的魅力 大家是衝很快 第一個半圈就跑了大概四分半喔 非常的快速 出發出發出發 還以為還是為我尖叫 不像是後面的那個正妹啦 唉 失散了 他們是為了太而叫的 跑完一圈了 我們要準備繞出田徑場了 今天的賽事目標 希望可以 用大約五分數 來完成今天的距離 因為其實 這陣子在準備單車跑步的 訓練比較少 所以 目標就是用五分數的配速左右 來完成 半碼的距離 然後來看一下北海道 韓館的風景 他們這段地方是小賽斯 也是很多人出來加油 引路的是加油團 武林郭公園 大約會跑經過五分林郭公園 前面準備走轉 DK 4分45秒 果然是A組啊 配速都非常快 跑在4分45還一直被超車 還一直被超車 進入鄉間小道 12公里 4分41 想辦法抑制速度了 結果還是被大集團帶著跑 大家都看起來在慢跑 但實際配速都是4分多的 再來慢慢降速混合 緩和一下 我們追到剛剛在我們前面 熱情的日本人 嗨 嗨 第三K 10分50秒 第一個 第一個水磚大概是5公里處 然後它的平均水磚也都大概是2.5到3公里會有一個 3K 還有這種中途運用手機的服務 真的太酷了 又是上坡啦 目前前4公里都還在目標配速 現在大概比較回穩一點 前面稍微都比較快 4分40幾 現在大概回到接近5分 就用這樣的配速 陸續完成 OK 接近5公里 現在是4.59 第一個水磚道了 在這邊 而且是兩側都有 所以就比較可以分流 不會卡在一起 左邊比較少 我們來左邊 這邊還有運動飲料 第一個水磚補給完成 我們就到第二個水磚 再喝運動飲料 好熱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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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自衛隊 韓管駐屯地 我們接下來就要一路往海邊跑下去了 4分40秒 5K了 跑了23分49 還行還行 目前都在目標時間內 如果可以這樣跑完 應該可以就順利達到 105分的目標配速 我們排到海邊了 這邊就是 潭管看出去的海 我們待會在這邊 這條路上 做直線的折板 再往那個方向前進 所以待會就可以跑在海旁邊了 我們現在才跑到6.3公里 對面 第一集團已經來了 大會時間30分30秒 一個小集團 裡面有兩個黑人 四個日本選手 太強了 原來我們剛經過那邊 他們已經跑了10公里多 30分 所以他們均術應該是 3分內的配速 太可怕了 而且剛有看到穿內優惠 但他沒有跟第一集團 可能半馬的強度 對他來講 跟全馬的感覺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第7K 4分53秒 Hoff you turn point 回轉 OK 好可愛 好可愛 吃果膠 我的第一包果膠 好可愛 還有海綿站 還有海綿站 原定 他們的那個丟垃圾也做的很有特色 有一個籃板 讓你可以打板進一洞 不會飛出去還蠻棒的 透領一下水 OK 繼續出發 自己感覺已經到了終點 第10公里 4分16秒 10K了 目前48分 所以目前這樣跑完 有機會破百 但後面不能變慢 加油啦 其實我這陣子都在準備 在西津武林 所以每天早上超級早起 就大概5點就要起床 然後準備東西 6點一定要到集合點 因為不然太熱了 所以其實最近 我每天早晚都有吃一個 可以讓我精神有幫助的東西 它就是 我都使用Dr.Gracy即時黑G馬卡 其實這陣子我在準備 寒冠馬拉松 富士山登高賽 還有西津武林的這段過程 我的睡眠時間壓縮到比平常少了 一到兩個小時 但因為我都有使用 黑G馬卡的關係 我在這陣子以來 不會覺得精神狀況變差 甚至睡得比較少 但在訓練後 還是保持精力充沛的狀態 Dr.Gracy即時黑G馬卡 是由許然芳博士研究團隊開發 它應該是四面馬卡產品當中 最足量的 具有2500毫克的黑馬卡 還有2500毫克的金氨酸 那黑馬卡可以補充體力 支強補身 爆發能量 金氨酸則是可以提升耐力 增強活力 調節機能 11K 4分51 53分03 所以我們大概要 追30秒才可以破百 追30秒 如果我們照現在這樣跑完 就是大概破百邊緣 所以我們大概要配4分50 要拚拚看嗎 就是要均速4分50應該就可以 因為5分數 10K 是50分嘛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是 11公里了 剩10公里 所以50加53 103 103 OK 那就跟教練可以看 要試試 好 慢慢加速 很漂亮 跑在海旁邊 好可愛喔 12公里4分38秒 現在均速 每個1公里都要配在4分40秒內 才可以追回來 最後9K 加油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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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化很大啦 好 海土 套餘的飲料 還有果凍耶 可愛 13公里 4分41 還可以還可以 加油 還有機會 最後的8K了 哇 看起來他們領先集團已經快要完成比賽了 超級快速 最後的7.5公里 目前行率大概維持在二區 175 現在目標喝運動飲料 在對面喝水 失散 沒有運動飲料 在對面 15K 4分33 還有6公里要追1分40秒 6公里追1分40秒 所以 要再快一點點了 維持40秒內 加油 小上坡 前面回轉了 這樣就要撐一下 對面下坡休息 可以 下坡了下坡了 哇 感覺完全不一樣 剛好累啊 下坡休息 第16K 4分42 5K 5K要追1分20秒 1分20秒等於 我們還剩下 24秒 24分 24分要跑5K 拼一下 5K 只有5公里了 加油 好 你就可以了 對 先維持4分半慢慢來 可以可以 OK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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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 3 3 4 3 3 2 4 4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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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 這也可以 後白有機會 18K 4分33 完蛋了 我的兩個夥伴都跳車了 只有3K 速一口喝個水 第19K 4分18秒 只有2公里了 我們成功追到破板的成績 現在是5分數那一就可以達到 破板的成績 最後2K 加油 太陽出來了 越來越熱啦 21K 4分22級 98% 快到了 太陽出來了 超好一杯 OK YES 很沉 1小時40分 超過一點點 100分 007秒 可是里程有多一點點 完賽時間 1小時40分07秒 21.3公里均速4分42 里程多200耶 難怪我沒有破百 可惡 領一下環賽物質晶片 Hi Thank you Thank you 啊累啊累 往前 領取物質 Thank you 一罐水 Thank you 毛巾一條 嗨 嗨 嗨 YES So hot 我的伴馬 北海道韓管馬上說完賽 我們今天的路線啊 我覺得一路算起起伏伏 因為韓管就是一個在山上慢慢下來 所以沿途就是有一段小上坡 有一段小下坡 但都沒有到非常非常誇張的 很陡到跑不動的狀態 那我的 先說完賽成績 今天的 手按時間 1小時40分 19秒 那如果是 大會時間 是1小時40分07秒 其實差一點點 因為其實里程有點多啦 我自己手錶過21k的時候是99分 因為今天 其實我們前面 11公里 大概都用5分數 非常規律的配數 但是在後面10k就跟 就是我們的夥伴討論說 要不要拼拼看100分破百一下 沒想到 我們後面 要破百 還有一點辛苦 雖然說秒數在表上 已經有達到破百的配數 因為我最後 大概5公里 每一公里都還加一點加一點 到最後2k都是4分20 4分10秒 但是 里程上有點多 所以今天總里程 完成是 距離是21.3公里 所以大概多了200公尺 跑起來的 里程 就讓我們沒有成功破百 但是 過 21k的時候是有98分啦 應該算有吧 但我覺得這場比賽 真的還蠻 值得推薦的耶 整路 其實我覺得路線來講 難度不會太高 而且 它可以看到的風景很多變 然後你也可以跑在韓館的海邊 重點是沿途的這個加油團 也真的是綿延不絮沒有中斷過 然後水站大概也是 5公里 2.5到5公里就會有一個 所以其實非常密集 那我們這次只參加半馬 其實它還有全馬的賽事 但如果要參加全馬 我個人就可能比較不推薦啦 因為它的出發時間是9點半開始 那我們像半馬組是9點開始 所以以時間來講 全馬組的精英選手就會被一些半馬的跑者卡到 像我們剛剛在大概10公里的位置 就會看到他們要一直閃人 那我覺得全馬就沒那麼好跑 甚至現在已經12點了 全馬的時間也才3小時10分耶 有沒有 2小時40分 2小時40分 所以2小時40分 在12點10分正中午的情況下 還有很遠的距離要跑的話 這個全馬的距離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我個人是不推薦跑全馬啦 在北海道航管這場比賽 6月底 你應該就是要來跑個半馬 像我們下午要再去逛一下 就是精深倉庫群 然後去玩一些比較有趣的跑步旅遊路線 所以我會推薦如果來這邊跑半馬 就非常剛好 最後還是要感謝我們這集的贊助商 許蘭芳博士所推出的 極致黑G馬卡粉 其實我吃這個產品到現在 應該已經超過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個人體感啊 在吃了這兩個月以來 我覺得精神上真的會覺得 比較有精神一點 就我早晚都各吃一條 但其實在這個過程就會覺得 不會這麼想睡 尤其我最近的訓練都讓我睡眠 大概只有五個小時左右 但我覺得身體在運動表現上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差異 等一下等一下我還沒講完 除了精安酸跟馬卡之外 極致黑G馬卡裡面其實還有添加 富方的營養成分 像我們人其實一天大概只要吸收 15公克的這個心就好了 但這其實裡面只有加10公克 因為其實你在其他平常吃的東西裡面 還可能會攝取到 那避免過量攝取 他們就很貼心的只加了10克 他們裡面其實還有酵母B群 以及維生素C 還有韭菜籽的萃取物 可以提升你的精神力氣 最重要的是 因為極致黑G馬卡 是由許蘭芳博士的研究團 共同推出 大家記得要認名正版 因為其實網路上充斥了很多 盜版的網站 記得要認名是由可樂研究社 推出的才是正版喔 我是你的家人隊 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會記得按讚看 報告 感谢观看